来到三支区 原山里的一处山路 在路边不起眼的铁门里 仔细一看 竟然有一大片盛开的吉野鹰 美丽的景色让来访的游人 忍不住赞叹 仿佛来到了日本一般 而这一切都是来自五谷的地主 25年来苦心的经营 而今只有开放给他的 亲朋好友来观赏 两个儿子没有多久 从今天有这么漂亮的 看见出来 很漂亮 我们都没来 看了很多年 地主低调不愿受访 但有人表示 料性地主平日在五谷担任领长 热心工艺 并且时常参与地方社团活动 但私下邀约时 时常找不到人 因为他都在三支整理这片花园 整地出草 照顾娇贵的吉野鹰 因此也才能够打造出 这么一片美景 跟大家分享 而今天议员郑大立香 也特地来赏花 大探这里真的是人间仙境 那这里是我们的秘密花园 从去年来观赏 到今年还在念念不忘 所以它这边的鹰花 它是青衣色的粉红色 非常非常的美丽 那我们三支目前 目前是最热潮的 就是我们的樱花季 平常去看樱花 我觉得来这里看得很好 因为这个地方也感觉很清 也比较不复杂 所以我们每年都会来 因为跟廖先生是很好的朋友 所以都会找一些好朋友来这里 而每年接营的花旗 只要主人没事都会待在这里 也开放他的朋友 邀请亲友来参观 而一般的游客 只要入口的铁门有开启 原主也很欢迎大家入园来参访 能不能够入园要看缘分 也难怪这里被称为三支的赏银秘境 记得陈伯伟三支采访报道